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战铭 我们接着来讲八十年代初所拍摄的 反映对于自卫环机战的喜剧电影《金兵马强》 上次我们说到影片讲到自卫环机战正式开打 那么马强作为炊事班的一员和其他的战友们一起 称作船只渡过戒河,进入到越南国境 那么在这段电影中使用的配乐 是八十年代初非常流行的一首歌 是由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所演唱的《再见吧妈妈》 那么这首《再见吧妈妈》 在整个对越自卫环机战以及之后的两山轮战期间 都是参战部队以及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之所以流行 是因为它唱出了参战将士和后方军人家属珍持的感情 人类文明进入到现代之后 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 都有着前所未有的增强 那么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 很多人崇尚博弈论 崇尚从政治格局 综合实力这些大的层面来分析战争 但是如果你把时间尺度拉长 来分析一场战争的意义和影响的时候 你会发现战争中的哪一方还能够保存人性的考虑 还能注意到战争中人类亲情的存在 那么这一方往往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得到正面的认可 这主要是因为无论你的时间跨度有多长 那么政治因素 外调因素 这些所谓大的格局上的因素 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再会引起人类的共读 但是基本的人性和亲情 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 都会引起人类的感同身受 因为这是我们人类产生文明的基本条件之一 所以一个英明的政府或者是领导人 当他在宣传战争的时候 一定会把人性宣传和亲情宣传 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上 因为这样的因素 才会保证宣传里关于战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那么就在《再见吧妈妈》 这首打动人心歌的旋律里 新兵马强和他的连队一起进入战场 那他们刚刚进入战场呢 自然是枪炮声连天 和所有的新兵一样 马强和他的战友们 在心理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影片中呢 有的新战士躲在了山洞里 马强也不例外 他正好是吹水般背着刑军锅 他把刑军锅一扣趴在了地上 那么影片中 经验丰富的连长和班长 就帮助这些新兵克服了恐惧 那么就在马强刚刚站起身的时候 一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响 幸亏有刑军锅帮他挡住了弹片 他才没有受伤 马强所带的连队呢 并不支撑在第一线 所以看上去并没有十分的危险 部队到达休息一眼 马强作为炊事兵 准备驾火做饭 那么连长叮嘱他 让他警惕越南特工 在队队自卫还击战中 最让解放军头疼 就是越南的特工队 那么这个时候呢 蔡明所扮演的越南女特工就出场了 善良的马强刚开始并没有识破 女特工的伪装 结果女特工从背后 向马强一阵扫射 马强意识到之后 反过身来投出了手的弹 结果马和大义手忙脚乱的马强 投出了手的弹并没有拉弦 那么蔡明所扮演的越南女特工 在惊慌之下冲锋枪也掉下了山崖 只好匆忙的跑了 这就是两个糊涂蛋 打了一场糊涂的遭遇战 紧接着呢 马强就开始寻找可以用来做饭的材料 当然这里呢 是完全虚构的 因为作为一个吹尸兵 他也不能擅自离开营地 随便的四处寻找食材 结果马强呢 就来到了一个越军储藏物资的山洞里 正在他东翻西找的时候 他无意发现在山洞中 还躺着一个正在睡觉的越南军官 这就是这部电影中最大的反派 由葛存壮所扮演的 曾经在中国受训的越南军官 那么葛存壮一出场 就和马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一边老金巨黄 一边单纯善良 葛存壮他就掩盖了 自己在中国受训的这个事实 只是谎称说自己小时候曾经要饭 要到中国的境内 那马强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你也是受苦人 那么葛存壮马上就接住这句话茬 笑呵呵的对马强说 咱们都是阶级兄弟嘛 这一句话就让马强放松了警惕 马强开始热情的招呼这位越南军官 坐下来说话聊天喝水 可葛存壮两个眼睛紧紧的盯着 马强背着的手榴弹 通过葛存壮所扮演的越军军官 和马强的聊天 就反映了在圆圆抗美的时候 中国政府给予了越南共产党 极大的支持 这也是历史事实 那么像葛存壮所扮演的越军军官 就谈到他在和美国人作战的时候受伤 还是在桂林的军队医院养的伤 实际上越共早期的领导人 像胡志明 五元甲 黄恩欢 他们都和中国有着很深的个人感情 但无论是胡志明 金日成 还是斯大林 也包括我们中国的领导人 个人感情是不能凌驾于民族主义之上的 尤其是上个世纪 是全世界各民族觉醒的世纪 所以世界各国家和各民族 尤其是那些曾经遭受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压迫的国家和民族 他的有失之势 是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 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所以在西平马强中 葛存壮所扮演的越军军官 他说出的那句 中国人民对我们太好了 这并不是完全的虚情假意 但这并不代表着他能把越南的国家利益凌驾于自身的感情之上 可是天真的马强却拍着这位越南军官的肩膀说 如果越南的当官的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可就在马强说这句话的时候 这位越南军官的手却摸向了马强的手楼弹 经过这个时候呢 连长赶到 实际上连长是葛存壮所扮演的这位越军军官 当时在昆明军事学校的老师 所以一眼就识破了这位越南军官的伪装 可是葛存壮却理直气壮的说 现在是你老师亲着我们学生 那么当时马强就火大了 他把越军储藏在这个山洞里的食物摆在了桌面上 中国生产的压缩饼干 中国的茅台酒 中国生产的午餐肉 还有那一包包写着中国字样的大米 面对马强的指责 葛存壮所扮演的越南军官 面目改色 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那么最后呢 以连长的发言来结束 连长说 我们不要你们的一寸土地 但是我们会坚决的打击侵略者 进行自卫还击 这再次点明了 发动对于自卫还击战的主题 那么战斗继续激烈的进行着 越军占着地理优势 阻挡住了解放军的进攻 连长这个时候心急火燎 马强这个时候正好运送食物上阵地 那么连长当时就大喊通讯员马良 虽然一字之差 但是马强以为连长在叫他 那么连长也没有看清楚到底是谁 就直接下了命令 让马良去通知三派 运回到越军的后方 攻陷越军的据点 马强立刻就飞奔去执行命令 这个时候连长他意识到 原来去的是马强 但是已经喊不回来了 马强在执行命令的路上 碰到了三个刚刚收集了粮食的越南士兵 就这个时候马强身上没有带武器 他临机一动 把自己的水壶当作手段扔了出去 这才吓到了那三个越南士兵 趁着越南士兵一晃神的功夫 马强就脱雷了险境 不过他一着乱跑就绕到了山的背后 他从阵亡的越军士兵的尸体上 捡起了一把冲锋枪 就这时候他就看到 他已经在山上攻势 进行射击的越军士兵的背后 马强拿几枪进行瞄准 就他发现 战火的刺激 让他终于学会了瞄准 也学会了开枪 有了武器 又掌握了沙迪本领 马强这时候胆子就大了 他悄悄的爬上后山 绕到了越军士兵的背后 居高临下 闭着眼睛一通乱射 就把越军的机枪火力点给拔掉了 立下战功的马强受到了战友们的表扬 让马强非常的开心 那么之后 马强又开始私说乱走 他来到了当地的一户越南民居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马强呢 对这家越南人表现了有传的态度 可是马强的行踪却被越南特工发现了 所以呢 越南士兵残忍的用火源喷射器 将这家越南人活活的烧死了 马强呢 为了救这家人的小男孩 抱着孩子跳下了山崖 孩子得救了 马强服了伤 被送到了后方的野兰医院 那么这段情节呢 是为了反映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正义的一方 而越南军队是非正义的一方 但是呢 这种表现方式过分的牵强 首先呢 没有任何史料证明 当时越南军方会部分青红造白 只要解放军出现过的地方 就得接触过的越南平民展开屠杀 那么退一步说呢 当时人民解放军是进入到越南国土 因此对于越南民众来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是不请自来的外国军队 因此在讨论正义和非正义的时候 把越南平民牵扯进来 并不是明智之举 那么受伤的马强被送到了后方的一人医院 在那里呢 马强还收获了他的爱情 不过马强的心依然是在战场 所以呢 他和他另外一位附上的战友 一起返回前线 去寻找他们的部队 结果呢 在寻找的路上 他们的举止 就引起了警惕性很高的民兵的怀疑 误打误撞 民兵呢 就把他们两个压到了他们原来的部队 交给了他们的连长 那么连长接到归队回来的马强 自然也非常开心 而且这时候马强已经证明了 他在战场上的机灵和勇敢 所以呢 连长就把马强放到了尖刀班 一到尖刀班呢 马强就接到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尖刀班必须先行进入到越军的防守阵地 撕开一个口子 那么越军的防御阵地一扇而见 动多 活力点复杂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那么为了顺利的进入越军的阵地 在班长设长之下 马强他们三个人就化脏成越军士兵 成功的完成了渗透 紧接着激烈的战斗开始 在战斗过程中 马强和他的战友龚大方相互配合 拔掉了一个又一个越军的据点 不过很不幸 龚大方重弹 撞了牺牲 龚大方的牺牲呢 刺激到了马强 马强就跟开了挂一样 拿着机枪 对着越军的阵地猛冲冲杀 完成了任务 但这并没有能够减弱 他心中对战友牺牲的悲痛 那么在接下来的激战中呢 马强最敬爱的班长也牺牲了 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这部电影也到了最后的高潮 上级的命令呢是要求马强所在的连在30分钟之内 拿下越军占有地理优势的火力点 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 越军形成了交叉火力 激烈了马强的第一个冲上前去 但是后续的战士全部被阻拦住了 连长也以为马强已经牺牲了 整个连队被越军的交叉火力阻挡在了后面 可是马强呢并没有受伤 他已经潜入到了越军的阵地 那马强呢钻到越军的山洞 先是非常机智的端掉了越军的指挥部 然后就从山洞里越军的后路向外冲杀 而他的战友们呢 也在山洞之前和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交火 那么在山洞里 马强就碰到了一个非常狡猾的越军 两个人利用山洞里中鲁石的地形 进行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对决 两个人都是在柱子这边打一枪 然后就绕到柱子另外一边 想要抄对方的后路 但是始终僵尸不下 但这个时候呢 马强的机灵劲又上来了 直接那名越军的枪一响 马强啊了一声 重弹倒地 那名越军上天查看 结果没想到马强是假种种枪 趁着越军不备 马强一枪就撂倒了这位难缠的对手 扫清了这个最大的障碍 马强就一路杀到了洞口 他从后面断掉了越军的机枪阵地 然后他站在洞口向连长挥手 可已经拿机枪杀红了眼的连长根本看不见 一阵机枪扫射 马强根本就抬不起头来 这个时候马强又灵机一动 他举起了白旗 他所用的白布呢 实际上是自己的白衬衫 连长率领着战士们冲进了山洞 用越南话喊着交响不杀 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光着上半身的马强 笑嘻嘻地对连长说 连长你的火力可真猛啊 和那个时代中国所拍的所有战争片一样 影片的最后 在合唱的再见妈妈的歌声中 曼山遍野的解放军战士冲向了上币 全片结束 准确地说呢 西兵马强这部电影 并不是什么经典制作 但是这样一部电影 发到那个特定的时期 它就显得非常的引人注目 1981年的中国观众 根本就没有看过 这种类型的战争电影 尽管西兵马强中的几句元素 非常的有限 但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观众 已经是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这部电影和那个时期 很多其他的国产电影一样 影片所反映出的 代表着当时那批电影工作者 不断探索的精神 勇于开创的精神 也为后来80年代到90年代 中国电影的高速蓬勃发展 开了一个好逃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呢 是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 它对思想桎梏上的勇于突破 令人敬佩 因此呢 当时这些电影工作者的努力 不应该被今天的我们所忘记